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地里都叫她成霸天 成霸天到三十岁这年 已经娶了十八房一太太 方圆百里稍微有点姿色的姑娘 都被她连骗带抢地抬进了成家大院 成家有一个干了几十年的老长工房叔 房叔早年丧亲 独自做工抚养一双女儿 每月拿着那点可怜的工钱 还要被成霸天用各种理由刻扣掉一半 日子过得也是有了上顿没下顿 好不容易熬到女儿到了初阁的年纪 想着给女儿找一个好夫婿 家里多了干活的劳力 日子能过得轻松点 然而世事难料 那天 十六岁的大女儿房晶晶来成家地里找房叔 被成霸天瞧见了 成霸天看着房晶晶俊秀的脸蛋 粗布衣衫下的曼妙身材 顿时色心大起 成霸天自从见过房晶晶之后 就是心心念念的 要把这个姑娘抢进门给她当时救一太 那天她独自一人去了房叔家 准备去瞧瞧她心仪的小娘子 一进门 发现另一个姑娘在院子里打水 这姑娘也生得很水灵 大眼睛扑扑扑扑的 看着都让人喜欢 成霸天故意找借口进去掏碗水喝 房晶晶不认识她 但他人单纯心闪 真的以为是过路的人口渴了 就很热心地打了一碗水递过去 成霸天看着房晶晶白白嫩嫩的小手 只咽口水 趁着接碗的瞬间 一把就抓住了房晶晶的手 房晶晶吓得一声尖叫 碗吊在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院子里的动静惊动了房中做女工的房晶晶 和匍匐在她脚底下的大黑狗 她赶紧出门去看 发现有人在欺负妹妹 朝着大黑一声令下 大黑 给我咬 大黑收到主人的指令 朝成霸天快速地扑过去 成霸天没想到屋里还有这么一条大黑狗 吓得赶紧放开房晶晶 往大门外面逃了 大黑本能地出去追 追得成霸天狼狈不堪地朝家里跑去 成霸天这次虽然没有得手 但她心里越来越痒痒 心里盘算着这两个丫头她都要 脑子里却在想着如何强取豪躲 也要把这十九一态 二十一态弄进家门 坏主一想好 成霸天就有点迫不及待 当即让人叫来房叔 假意凤迎地说 房叔 我看你这么大年纪了 就别干地里的活了 到院子里来当个管家 想想轻浮 怎么样 房叔了解成霸天 知道这个人无力不起早 肯定又是憋了什么坏水 他只好唯唯诺诺地说 多谢东家好意 只是老头子人老了 只能干点力所能及的体力活 干不了这种操心的活 成霸天没想到老头子比他还滑头 根本不进他的圈套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不跟他打哑谜了 直接说 我看中你家两个闺女了 你把两个闺女都嫁过来 给我当一太太 以后你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不用再去干苦力了 房叔怎么也没想到 成霸天把主意打到了他闺女身上 一想到自己如花似玉的两个闺女 要嫁给这种大色狼 耽误闺女一辈子 他就特别悲愤 一口气没上来 气得当场就昏了过去 成霸天一看老头昏过去了 赶紧命在场的几个下人施旧 掐人中的掐人中 搓虎口的搓虎口 好不容易才让房叔缓过这口气来 成霸天看房叔没事了 就气哄哄地说 不要用你的贱命吓唬我 没用的 这个事情不管你跟你闺女愿不愿意 我都取定了 你现在回去叫他俩准备好 今天晚上我就用花椒去抬 房叔知道成霸天想要干的事情 谁也阻止不了 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 见到两个闺女 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呀 两个闺女从来没见过爹这样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只好不安地问他 爹 究竟出了什么事 你哭什么呀 房叔知道这个事情买是瞒不住的 只能把事情告诉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一听 就想起了白天上门淘水的人 原来是这个该天杀的成霸天 房晶晶到底是年长两岁 看着老实芭蕉的父亲这样伤心 就安慰他说 爹 你别难过 成霸天再阔 再蛮横 俺姊妹俩就是出家当尼姑 也不会嫁给他 房云莹也赶紧附和着说 对 我们去太和山顶的安里当尼姑去 成霸天就算再恶魔 也不至于去抢尼姑吧 房叔冷静下来想了想 觉得闺女说得在理 他就对两个闺女说 说得对 眼下没有比当尼姑再好的办法了 你们当了尼姑躲过这一劫 过两年还能还俗 走 我们这就上太和山去 三个人丝毫不敢耽误 赶紧出发 等他们赶到太和山顶 已经天黑了 安门正准备啰索 房叔赶紧拦着锁门的小尼姑 说有要事求见师太 小尼姑见三人 风尘仆仆地摸黑赶到山顶 肯定是有急事 于是进去禀告了师太 才带三人进去 房叔跟师太说了一下 具体情况 请求师太收下她的两个女儿 师太是出家人 有好生之德 看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要被承霸天这种恶霸糟蹋 就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赶紧命人 把两个姑娘的凡人装换掉 亲自给两个姑娘剃肚 面经 成礼 而此时的承霸天 赶到房叔家时 人去楼空 听说房叔领着闺女上了太和山 就抬着花轿追到了山顶 承霸天建安门紧锁 她没有敲门 怕惊动里面的人 而是命下人直接砸开了安怨大门 她冲进去一看这姊妹俩已经剃去了头发 穿上了尼姑的衣衫 气得脸都白了 但她已经色欲萌新 想要做的事情谁也阻拦不了 就算这两姊妹已经是尼姑 也要把她们抢回家去 她命人抓住两姊妹 不由分说地推进了花轿里 正准备台上就走 房晶晶见她连尼姑都抢 就知道这个人没有任何人性 于是她稳定了一下情绪 对承霸天说 我们俩愿意跟你回去 不过你得给我们一炷香的时间 到里面换上自己的衣裳再早 就我们现在这装扮 到家里拜堂 别人见了 不是有失你的体面吗 承霸天一听房晶晶愿意跟她回去 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房晶晶拉起妹妹的手 就往安里走去 发现没有人跟着她们 就从安月后门到达了太和山顶 这时房晶晶对妹妹说 盈盈 咱俩算是被承霸天之恶魔逼上绝路了 我们就算死 也不能让她毁了清白 盈盈虽然只有十四岁 但性子跟姐姐一样烈 冲姐姐点了点头说 我们就从这山顶上跳下去 宁愿做鬼也不要嫁给这种恶人 然后姊妹俩就从山顶一跃而下 跳下了悬崖 众人赶到山顶时 姊妹们早已经没了踪影 承霸天知道房晶晶姊妹俩跳崖了之后 没有半点悔过之心 直呼 真是会气 真是会气 既没有理伤心欲绝的房叔 也没有理得高望重的失态 而是骂骂咧咧地下山去了 房家姊妹的事情过去没两个月 死心难改的承霸天 又看中了另一个村里的阿花 阿花是二住的老婆 棉方十八 初落的婷婷玉丽 因为方圆百里的姑娘们 不是被承霸天祸害了 就是被她娶进了承家大院 二住一直到二十有二 都没有娶上媳妇 家中老父老母特别着急 就拜托远方亲戚 花了重金才在一个远方的村子里 把阿花娶回来 二住能娶到阿花这样的漂亮闺女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每天都当质宝一样守护 二住全家都知道承霸天的秉性 所以都嘱咐阿花没事别出门 见了承霸天就躲远点 阿花嫁进村一年多了 家人一直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直到现在怀孕四个月了 才开始让她在院子外面活动 想着大肚子媳妇 承霸天应该不敢抢 这天阿花觉得胸闷气短 就想到院子外面透口气 没想到刚出院门 就碰到承霸天路过 阿花刚想回头 但已经来不及了 承霸天已经看见了 阿花秀丽的容颜 承霸天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见过轻俗的姑娘了 烦心又开躁动 连阿花是小媳妇都不介意 当天就把二住他爹叫过去说 这是一百两白银 把二住媳妇卖给我 给他再去娶一个 二住他爹恨得哑哑哑 但他也害怕得罪承霸天 只好恭维承霸天说 您什么美女没见过 二住媳妇只怕会污了你的眼 再说他现在怀瓦了 伺候不了你的 承霸天根本听不进这些话 很不耐烦地说 怀瓦了我也要 今天晚上就去你家接他 二住爹知道再多说无意 还是赶紧回家去想办法吧 二住爹回到家就说了这件事 最后一家人商量让二住带着阿花 回阿花娘家去躲一段时间 二住和阿花刚出门 成霸天就带着人赶到了 看着要逃跑的夫妻二人 狠狠地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给我打 他话音刚落 身边的狗腿子就朝二住扑过去了 对着二住一顿拳打脚踢 阿花哪见过这阵事 吓得哇哇地哭 二住爹娘听到院子外面的动静 赶紧跑出来看 发现儿子快被成霸天打死了 就连哭带喊的过去护在儿子身上 成霸天不喊停 打手也不敢停下来 对着两个老人继续打 老人凄惨的哭叫声划过夜空 惊动了村里的所有人 但大家不敢多管闲事 没有一个人出面 哭声也惊动了对面太和山的尼姑庵 师太带领众尼姑开始诵经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化解世间的苦难 让百姓能安居乐业 而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此时成霸天的恶行 老人和阿花绝望的哭声 二柱的诅咒声 惊动了太和山顶那一对 不知何时长起来的 养颗苍天大松树 成霸天没想到 自己的恶行会遭报应 毫不理会老人的死活 一直打到老人遍体鳞伤 才喊助手 两个老人已经全身是血 二柱也被打断了一条腿 老人一边诅咒成霸天不得好死 一边挣扎着起来看儿子 这时成霸天对着跟来的婆子说 去把她给我弄到花窖里去 一边霸气地说话 一边用手指了指 站在旁边哭泣的阿花 阿花见这两个凶婆子朝她走过来 吓得她连连后退 一边哭一边大声地喊 不要不要 也许是她这段时间 经历了太多恐怖的事情 突然感觉两眼一黑 昏倒在地上了 两个婆子正要下手时 突然太和山顶一道红光 照亮了整个夜空 大家透过红光 看到了太和山顶上的两棵大松树 变成了两个人 两个穿着尼姑衣服 戴着尼姑帽子的女人 两个人的身上晃着红光 纤细修长的身影 在山顶上随风摇曳 整个人影很高 跟松树一样高 眼睛里发出来的红光 像一只只冷剑 觉得马上要把人射透 整个山顶让人看上去一场恐怖 成霸天身边突然有人大喊 那是房晶晶 房盈盈 他们来索命来了 鬼来索命了 话音已落 大家似乎才回过神来 都飞快地跑回了家 生怕自己被鬼抓住 成了成霸天的替死鬼 成霸天此时也看清楚了 红光底下 对面的太和山顶上 确实是房晶晶和房盈盈姊妹俩 他们看起来比本人大了几十倍 他们是来找他寻丑的 他们要杀了他 成霸天害怕了 心虚了 感觉那巨大无比的房晶晶姊妹俩 下一秒就会飞过来 把他捏得粉碎 他再也顾不上浅阿花了 撒腿就跑 一边跑还一边喊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成霸天落荒而逃之后 红光慢慢消失了 夜色恢复了宁静 附近的百姓赶紧出门 齐心协力把二住一家抬进屋 有热心的人清理了二住爹娘身上的血迹 还有的人主动去请来了医生给他们治疗 当晚亲眼见证了 仿晶晶姊妹俩的人都病倒了 成霸天那些打烧 婆子们都无一幸免 而且都病了越狱才好 而成霸天回到家之后 更是一病不起 可能是平时坏事做多了 经过这次惊吓 这病治了三个多月 也不见好转 差人请了好几个大夫 用了无数药 也请了道士尼姑 用尽了各种办法 都没有治好她的病 成霸天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时她就叫来姨太太伺候 可她一碰女人就犯病 看见姨太太的脸 就说是房晶晶的脸 就把她们一个一个地打出了房间 姨太太们再也不愿意踏进她的房间里 她病了数月 因家中无人打理 家道开始中落 她老婆以前对她是敢怒不敢言 现在她这一病 她终于可以为自己出口气了 当年她本来也是一户人家的小姐 长得也如花似玉 被父母嫁给成霸天为妻 没想到成霸天这个人自私又好色 不仅不让自己长家 还一个又一个地往家里娶姨太太 这些年她忍气吞声 独守空房 但她做的最绝的事 就是不让成霸天有后 只要哪个姨太太怀孕 她就送去一碗下了药的鸡汤 她正房没所出 她绝对不让成霸天有数子 现在成霸天遭报应了 她也要为自己谋出路 她找出成家所有的地契交给管家 让管家出去变卖了这些地契 然后拿着银票跟着管家私奔了 去过属于他们俩的日子去了 姨太太们见当家主母都跑了 他们也就开始变卖房子里能变卖的东西 把成家瓜分一空 各自谋生路去了 家里的丫鬟长公们因为没人管 都开始翻找自己的卖身器 找到的人也就另寻新的东家去了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成家大院衰落了 只剩一个空壳了 有一天 成霸天稍微清醒了一点 使劲地叫人伺候 可叫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人理她 她挣扎着起来一看 整个院子里空无一人 往日人来人往 生气勃勃地成家大院 现在死气沉沉 空无一人 成霸天看着此情此景 心里有点后悔 自己当初做过的事情 她曾经伤害了那么多人 现在这是老天在惩罚她 她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伤心 开始嚎啕大哭 哭着哭着 一口血喷出来 一命呜呼了 从那以后 太和山附近的方圆百里 百姓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买了地的彩柱 把地分给周围的村民众 从来不克扣村民 百姓们终于吃上了饱饭 大闺女小媳妇 也能自由自在地出门活动了 再也不会被人抢去当一太太了 而在高高的太和山顶上 那两棵高高的松树 郁郁葱葱的迎风而立 再也没有出现过红光 后来人们都说 这两棵松树上附着的是房晶晶姊妹俩的魂 他们一直在这最高的地方凝视着方圆百里 守护着太和山附近的平安 成霸天是一个蛮霸一方的大财柱 紫思 耗色 仗着自己有钱 手段极其狠辣 做人完全没有底线 色欲熏心的时候 对尼姑和孕妇都不放过 想娶豪夺 逼死房晶晶姊妹俩还不知悔改 继续祸害了二猪一家 最后因亏心事做得太多 怕鬼来索命 久病缠身导致家道中落 七跑切散 他也一命无呼 终归还是他摆脱不了自己的心魔 导致了这一切结局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能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不管有多大的诠释 有多少钱财 做人要有底线 要与人为善 否则恶人会遭恶报 不会有好下场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听完我的分享后 您会有所受用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